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源自法国的马德连小蛋糕Madelein 据说是由一个叫做Madelein的女厨师发明出来 这点的准确性在历史上依然多有争议 但可以肯定的是马德连小蛋糕诞生在法国东北部昔日的洛林 这个区在2016年和鄰近区域合并为大东部区 出身在大东部区的香港自地文化东方酒店高饼主厨Valentine Mia 由小到大都和马德连小蛋糕伴隨左右 近期他为LMO Freshly Baked by Richard Agobus 2.0 炮制的两款马德连小蛋糕 无论是经典的柠檬口味 还是为素食者而接的桥白口味都大为畅销 每日平均买到150-200个 经常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 他还很幽默地推出 重达500克的Super Size马德连大蛋糕 由出身背景到卖饼的业绩 他可以说是分享马德连小蛋糕心得的最佳人选 怎样才算得上一个高水准的马德连呢? 大厨就这样说 好的马德连小蛋糕 首先是一个设计 所以你必须要有这个小股 它看起来像一个马德连 然后你也必须要有一个设计 在底下 所以马德连小蛋糕 有这个设计 这个设计 它是很长 很厉害 它应该看起来 它是在中央的处理 在中央的处理 它是在旁边的处理 它会显示有很厉害 它是在底下 它会显示有正硬的处理 它会显示有正硬的处理 因为我们用了铁处理 所以热度很平均 它是在每个地方 你不能够用红铁 所以这就是一个好处理 它是在中处理 它是在色彩和形状 对很多人来说 马德连小蛋糕 只是很基本的糕点 只不过是砂糖 鸡蛋 牛油 面粉 蜜糖 泡打粉之类的混合物 还可以依照个人口味 加入柠檬 香橙 巧克力 以至日本抹茶来调味 一般人在家里都做得到 对Valentine Mia来说 更加是手掌硬件功夫 甚至眉眼都做得出 但是它为各位提供 两大做饼要缺 第一是准确量度所有材料 还要好好遵照食谱去进行 第二是插好的面团 必须要放入冰箱隔夜冷藏 才可以烤焗出良好的质感 和浓起的骆驼风 另外还有一个坚持 就是采用亚马菲檸檬 这种柠檬皮散发出迷人而青芽的方向 其他柠檬品种无得比 加入马得连小蛋糕 即刻全面提升气质 带来淡淡的优雅感 日本人自家烘焙 当然未必用到这个级数的柠檬 但是这里是智利文化东方 选用美食材是应该的 首先要制作焦发牛油 将牛油煮到变成焦糖色 味道会更浓郁和有坚果的味道 用来做马得连会更加惹味 接着将蜜糖、砂糖、鸡蛋混合 然后将面粉和抛打粉 倒入去慢慢搅拌到看不到面粉粒 再将焦发牛油倒入搅拌 接着将亚马菲檸檬皮刮出来 加入混合物 记住只是刮表面最方向的黄色部分 不可以刮到味道没有那么好的白色部分 之后就可以将面团放入浸袋 放入冰箱冷藏一晚 冰了一晚的面团 质感变得厚实有劲 就可以先向金属製的马得连蛋糕帽上面 浸一点油分 在每个小饼帽浸入20至25克面团 然后放入焗炉 以摄氏190度烤焗9分钟 焗到金黄色就可以出炉了 刚刚出炉的马得连 可以在饼帽里面打側摆放 散下热气 然后就可以摆盘逢客 制作要跟足食谱 享用的方法就因人而异 法国人通常食饼会配咖啡或者茶 法兰治米耶的个人心水食法是 本身上我喜欢咖啡 一小碗咖啡 或酱油 一小碗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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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表面漂亮 那是叫卤那种美的 是 上底下再大 或是正常的 比较大 一小碗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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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一小碗咖啡 你应该有充价 加大便 只为你更加热 欣钙 想请再接下来 入口 更易用 Stay True, Stay Simple 立即下載蘋果凍新聞應用程式